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每一个在花莲县的小学生都有机会看到儿童剧 所以我们二十年来我们去了已经花莲县去了六十几所 我们的宏愿是希望花莲县每一个小学都有我们的平址 我们就是带着水源国桥的小朋友一起过来这边参与儿童剧的内容 也希望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他们平常在部落的生活通常都是跟部落的人做交流 要在今年没有戏剧指导老师的情况下 二十九位同学独立探索集体创作 完成目前幕后的所有工作 如果有关系的观众们一定都非常知道 我们真的是从零到有包含从剧本 然后到这个什么道具啊 甚至这个书装啊 全部都是有学生设计 然后呢有学生在这个尝试出户中 然后慢慢的集体合作创作出来 卡丽雅王国有两位公主 妹妹迪丽雅与姐姐奥利维雅 妹妹因为脸上的胎记 以及粗枝大叶的性格遭逢其事 就此踏上寻找新枝魔药的旅程 一个传统的姐姐这样的客户 然后一直不断的在遵守皇宫的礼仪 可是妹妹呢 迪丽雅就是不想这样走 可是就在迷失说她怎么追寻她的自我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 到最后姐姐吃完魔药之后 然后慢慢的去赞同原来每一个人 属于她自己就是最美丽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 整个关系的支持网络 那不管在戏内 在剧外 其实我们都在感受到所有的关系 重要的她人在对我们这一处警惧的支持 不管自己是什么样貌 都要就是勇敢的相信自己 不要去畏制别人的眼光 或是别人的眼 要相信自己 就是可以把事情都做得很好 要好好爱自己 劇中的重要她人 奶奶支持着迪丽雅走出传统的性别刻板影像 展现戴坚情 一路陪伴的泰勒与奥利维亚 则展现出同才与手足之情 驼背搏脚外形不完美 却又不在乎别人眼光的阿苏 他们都帮助迪丽雅找回自信心 我本身就是有自闭症加亚士伯克症的特质 所以在国小国中这段期间内 就是容易受到霸凌 尤其在国小的时候 因为我的特质 导致说我转了三次学校 你应该去多多光指导 不是认为说 你认为好玩就去习习 这样是不对的 你的父母帮你剩下来 不管你是怎样 你留意的就是最特别的 我们一起去努力追寻 除了教导学童自我认同的观念 藉由大朋友小朋友的待见互动当中 反思对弱势族群的同理心 去尊重并包容差异 拓展多元文化的视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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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